疫情冲击各行各业 苗栗县也有单打独斗的小农撑不住 放弃务农回到职场 但是公管厢的黄金小镇协进会 靠着团体站 役后三个月找回了人潮 包含了红枣 芋头 丰农创新DIY活动 再搭配咨询车还有手作业者 稳住了观光的热度 青农们才能够继续来维持 大人小孩戴着口罩一起动手DIY 公管厢黄金小镇靠着团体站 三个月内找回观光人潮 返乡的这些青农们结合在一起 大家及时广益 在整个虽然可能栽培管理上 或者是碰到一些气候的问题 或者是一些天然灾害的问题 这些可能会让你会有点撑不下去 可是我觉得可以跟着我们的整个团队 我们的整个团体一起去共同的努力 然后也会有人去辅导你这样子 然后让你不会只是孤单的一个人这样子 黄金小镇协进会目前串联八户农友 包含红枣 芋头 风龙 自行车 手作业者 彼此推出DIY行程搭配导览游小镇 稳住观光人潮 其实疫情期间少了游客光顾 部分单打独斗的小农真的撑不住 得互相扶持才有机会往下一步走 我们因为都打完疫苗了 大家都会比较可以愿意想要出来玩 那这个话就慢慢的回升 那我们就一样是从0%的开始 慢慢再把它去建立回去 希望可以回到我们最顶峰的时候 70%的这个人数的 不过因为有大家一起 会不会觉得比较快 其实就是大家一起的话 是会是最快速的 因为大家可以互相的去帮忙介绍 对那人就可以慢慢的都知道 我们现在还是有继续开放这种体验的部分 然后人就会慢慢的回流回来这样子 疫情之后农产淡季 农友依旧有生意可做 黄金小镇也规划扩大轻农户 盼大家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益 适应疫情之后不同的旅游以及行销方式 在总比资金小镇也规划扩大轻农户 为硬买的状态 我会想状态 我会想状态